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早安 所以我一直在讲就是我出书 从2017年出书《静心静心》那一个里面 就是我练习两件事情 第一个忏悔 就是意思是说 忏悔我没有我的耐心 对于员工的发脾气 对任何事情 反正就是傲慢心 嫉妒心 丑恨心 不开心心 反正一大堆事情 我就是比方说我现在起了嫉妒心 大概一两个小时 一定要忏悔 这是不对的 对不起我自己的情绪波动很大 对不起谁谁谁 就是忏悔一直不断的练习 你才会你对那种 就是我们心心里的烦恼 或者说就是不开心的心 很多很多很多 这种贪心也好 就是恨心也好 称心一大堆心会越来越少 就是第一个对不起谁 第一个我们就是上次练了 就是对不起自己 对不起身边的人 对不起你 五知 对不起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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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都是 当然就是不是自责 上次已经讲过 千万就是我们不要自责 就是要对自己要有信心 就是意思说 我们对自己的confidence 非常非常要有信心 是我们的旁边的情绪 跟心魔在给我们做错 无知啊 很多事情 这个情 所以那个心魔一定要减少的意思是说 我们善的心 就是要了越多 就是善念 善的思维 好的心 帮助别人的心 感恩的心 慈悲的心 就是要了越来越多 助长 就是我们要教很多的肥料啊 给他这样子 要助长感恩跟快乐跟愉悦 跟就是随喜别人 然后对别人好 利他 所有的这些正念的好心 越来越助长 然后旁边我们有就是一直在折磨我们的 自责心 嫉妒心 仇恨心 不开心的心 贪心 恨心 反之一大堆事情 我每天就是就是叫我们喘不过气来 那个叫做loading 那个叫做压力 我们要就是减少的是这个心 所以那个我们把心魔上个月已经练过了 啊越来越少越来越少 对不起对不起自己自己 跟自责没有关系哦 身上没有太多的仇恨太多的不好的 这种歪气扭巴的恶的循环 给恶的思维已经减少了 就上个月已经 大家一个月有没有认真练习 我不知道 但就希望大家跟着我一起练习 一起成长 这个已经越来越 读数越来越少了 重生开始 所以意思说我不断的跟大家讲 要练习感恩心慈悲心 要对更上进的心 所以今天我们要练的是感恩的心思怎么练习 第一个我要讲就是为什么要练感恩心呢 这个从医学角度 从科学角度来讲就是 感恩对身体的好处是非常非常多 已经在科学上面非常多的研究 已经确定感恩跟谢谢你 就是给人类带来 给你自己带来更快乐 更有信心 更有慈悲心的概念 所以感恩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所以未来就是今年开始我已经确定要做一个 就是比方说洛杉磯正念的学院 或者是正念的就是一种像瑜伽中心一样的 这个就是我们 我们已经在规划 确定在做这些东西 所以希望就是 在国外的也好 我们在台湾的也好 希望就更多人来参与 我们把这一套练习 希望对人类对每个人的健康 社会的价值开心 一大堆事情有更大的帮助 所以我一直提倡一件事情 我做预防医学的一个宗旨 就是健康的概念四个要素一直不断的在提醒 除了身体上的就是没有毛病 没有高血压 但就是也不见得健康 第二个社交 第三个心理上的开心 所以这两个我一直在提倡 你就是我们在讲就是感恩感谢的时候 你的社交能力变得很好 你的跟家属的关系变得很好 你跟同事的关系变得很好 你很多事情你自动会变好 社交social activity 然后心理 你社交好的时候 你懂得多一些感恩 多一些忏悔 多一些对不起 这样的时候 你成长的时候 你心里就会更愉悦更开心 更愉悦更开心的是 第四个要解 道德伦理 就是对人类的贡献 对别人好的丧心 那些会更来更多 所以健康WHO 就是世界卫生组织 四个要件当中 我们都在做这个三界要解 这三个做好了以后 身体上都没有毛病 是自动会除掉 你的社交能力很好 你每天都开心感恩 然后你的心理成长 心理都很健康 你越来越开心 越来越愉悦的时候 然后你对社会又有更大更大的贡献的时候 身体最后自动会很多血压也好 糖尿病也好 很多都会自动会好 所以意思是我们在推广预防医学理念 就是这四个世界卫生组织的四个健康的要件 一定要记住 我们已经转悟造作 最后就是自动的会处理 只要这后面三个处理好 就是健康身体上的没有毛病 就是很自然很natural的事情 所以我一直不断地提醒这 所以今天主要会讲一下 感恩跟感谢 对身体有什么好处 对健康有什么好处 对你心理的成长有什么好处 对你的mental 就是意思说我们情绪有什么帮助 我一条一条列出来 就是比方说 说一个谢谢你 或是感恩的时候 对我有什么好处 对身体的好处 我们再讲就是改善睡眠的质量 这不是我说的 这是科学家 在医学院里面就非常多的研究 显示出来 就是研究感恩可以消除睡眠的负面的想法 就是睡不着想很多事情 然后就越想越不对劲 然后促进积极思考 有助于更平静和长时间不间断的睡眠 所以这个不断的练习 他们在讲就是说 我们在讲练感恩的时候 如果你连续一个礼拜 或是二十一天连续练的时候 它的效应是很长的 比药效都还要长 如果一直不断的练 如果六个月以后 你的人生完全完全改变 身体上的很多毛病都改变 睡眠的问题 一堆事情都很快地解决 就是我这个是在国际杂志上 期刊上面发表出来的 所以就是感恩感谢 可以改善睡眠的质量 意思是说 你可以更多的深层睡眠 从通常间断的睡眠也会这样子 然后这种睡眠睡好的事 你的负面情绪越来越少 正面的思维越来越多 第一个就是一定要知道 睡眠的质量 第二个降低血压的风险 意思是说如果你有加持的高血压 或者是就是说 比方说你吃的比较咸 有可能怕以后得了高血压 你现在开始认真练感恩 认真练就是跟我一起练 每天练十五分钟 每天练十五分钟 你这辈子就可以 可以避掉高血压这个风险 意思是说就是感恩被视为 对心血管积极的影响 非常直接的影响 意思是说你在感恩的过程当中 心血管的疾病 像心肌梗伤 血管阴化高血压 一大堆事情像中风 那些都是心血管的问题 都可以改善 都可以预防 感恩的好处 我今天是特别就是用资料料 把它类出来 一定要记住 第一个睡眠 第二个心血管 心血管 包括心肌梗塞 中风高血压 还有一大堆事情 这些循环不好的 都会改善 在临床 具感恩态度的人 通常更健康的生活方式 如避免就是吸烟或是过度饮酒 而对高血压产生的负面的效应 如果你懂得感恩的时候 你就不会酗酒 你懂得感恩的时候 就是烟也会慢慢会戒掉 所以意思是说 你的lifestyle就改变了 因为你看到世界是美好的 你的眼前的所有看到都是感恩的 是美好的 是更快乐的 不是负面的 所以意思是你只要被负面情绪勒索的时候 你的思维 你所有东西转到正的时候呢 你就会更开心的时候 你就可以避免掉很多心血管的毛病 因为现在心血管的死亡 像突然就冬天来了 一下子心肌梗症 一下子中风 一下子什么什么什么高血压 一大堆的人啊 拜托拜托 认真跟我一起练习 感恩瑜伽 感恩每天练习 第三个控制血糖值 感恩与降低糖化学 瘦素蛋白质水平有关 进而有助于血糖的控制 家人有血糖的问题 或是任何就是你以后怕有糖尿病的人 或是饮食生活不正常 跟我一样练习感恩 就可以预防糖尿病 你有糖尿病 可能就是你的血糖的控制 可能等同一颗药的概念 你会变得越来越开心 越来越有对自己的自信 都会找回来了 所以这个是有助于你身体的健康 高血压 糖尿病 然后睡眠 这三个都已经改上了 一个感恩这种 就是每天花15分钟的时间 然后人生越来越美好 为什么不去做呢 希望每天大家都是有空的时候 如果你自己可以说 谢谢有美好的一天 谢谢我可以呼吸 谢谢我可以喝水 谢谢老板给我的薪水 谢谢我父母还健在 谢谢 谢谢 一大堆谢谢感恩 我们都可以练习 只要静下心来 你泄不完的 第四个对身体的好处 大家好好看一下这里 增加免疫系统 现在就说要免疫力什么都重要 去年就COVID-19的时候 免疫很重要 得癌症的时候免疫力很重要 流感来的时候免疫也很重要 反正任何疾病 都跟免疫有关系 感恩就可以增加免疫系统 你看 感恩可以提高免疫的功能 降低感染的风险 如果你心上 如果你有一个正面的思维 不要太大的恐惧 更多的正面的思维的时候 COVID-19没有那么可怕 很多都是吓出来的 是一样的概念 所以它可以增加免疫 可以免疫系统三天内增强 50% 这个是数据 一定要认真看 如果你每天花15分钟的时间 感恩 感恩天 感恩地 感恩水 感恩所有的东西 种种 反正你拥有的东西都感恩 没有东西不要去管 只要有的东西都是撞到的 这种思维讲的是 系统 免疫整个系统上天内可以增加50% NK也好 T细胞也好 B-XL也好 一大堆事情 产生对病毒或细菌的免疫球蛋白 第五个 提高疼痛的耐受感 日常感恩练习 可以降低对疼痛的敏感度 有助于转移注意力 成为疼痛管理的有效的攻击 特别是在国外 这次我去国外的时候 很多癌症中心 正念疗法 就是意思说正念Mindfulness 意思是说 你多一些感恩 多一些慈悲 多一些对自己的爱的时候 它可以等同就是你的用药 就是癌症的止痛的用药 越来越降低 是一个正念疗法 是对癌症止痛是非常有效的 意思是说感恩是对止痛是有效的 比方说你头痛 平常头很痛 或是肚子很痛 你的痛感就会用感恩的关系 用心平静的关系 从大脑传播出来的东西 对你的所有的系统都会很大的改变 然后控制体重 如果大家想减肥 从感恩开始 不是减这个吃的 或者是运动运动 感恩非常轻松的瑜伽 非常有效 你看感恩对夏氏秋的活跃度有关 夏氏秋 然后有助于新增代谢的提升 常感恩的人 饮食中摄取脂肪量 平均降低25% 因为你大脑活跃的时候 大脑很开心很乐观很正面的时候 它会分泌出很多荷蒙 你代谢增加排度出去 然后不要吸收的不要吸收 把它挡住了就挡住 因为你感恩的时候 你身体所有的系统 你所有的员工 所有的部队都是很开心的在过生活 所以它就不会乱了 如果你很负面的时候 大家都是不开心的状态 一个系统就运作不那么顺畅的意思 25% 庄家只是透过食物表达感激 可以降低对过度饮食的倾向 意思是说 你吃的那一刹那 就说谢谢农民好辛苦 种这颗米不容易 然后这个菜真的是很不容易 我谢谢吃这一顿状 从吃饭喝水开始 就是懂得感恩的时候 你的食欲的关系 你代谢的关系 你的食欲 就是吃的食物 就会变 自动会变少 所以对减肥是有效的 已经到第六个了 感恩的好处很多很多 然后延长寿命 第七个 意思是说正面取信 可以提升整体的幸福感 就是意思是说 你只要懂得感恩 你每天练习感恩的时候 你比别人快乐 你比别人幸福 幸福就是人生最大的价值 你只要幸福的时候 你很多身体的肌内 自动会就是预防老化 或是就是不要快速的老化 所以意思是正面取信 可以提升整体的幸福感 乐观的情绪 降低心血管的风险跟死亡 你的寿命就变长了 所以意思是说 你可以活更 透过感恩的练习 你就可以活更久 不需要花一毛钱 这是多有价值的 提升火力 感恩能人 就是品质的效果 可以提升整个的火力 Active 就是意思是说人 比较乐观 比较活泼 让他平常实气沉沉 因为压力 怨气 不开心 这些都丢掉的时候 你只有开心 你只有快乐的时候 你就自动就会活跃起来 完全是不一样的 然后加强心脏的健康呢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 谢谢你 感恩 还有对心理有什么好处 我刚刚讲的是 从身体的好处 我们现在讲 对心理有什么好处 第一个 提升情绪的健康 意思是说 能激活大脑的 奖励的回馈 就是e-circuit 意思是说 大脑有个回馈的 你做得很好 很棒 给你五块钱 你做得很好 给你什么 奖励的回馈 越来越的时候 人就是会变得 越来越乐观 带来更多的愉悦跟幸福感 所以感谢 增加你的快乐的感觉 增加你对社交很多事情的感觉 所以这个意思是说 提升情绪的健康 第二个 增加自尊心和自信 这个很重要 就是人 为什么我们讲很多 相信相信相信 相信的力量是 咀嚼于 你只要相信的时候 大家应该提过 你就是念力 就是只要你相信这件事情 很多事情都会 按照你的意义 发生的意思 相信的力量是咀嚼于 你越相信的时候 你对自己的自信越高 你对自己的自信越高的时候 你所有做的事情 你的performance 会比一般的 就是增加很多 所以更好 更容易去 比方说有件事情 拿到你 你对你自信的时候 你就很快速的决断 快速的决断 是快速的去执行 就是不会有很多的 焦虑 意思是焦虑 犹豫 一大堆事情 就会变得越来越少 就是很多事情 都对你来讲 好像可以很轻松的去面对 去处理 意思是说 提升你自己的自信 非常非常重要 然后执行力和进去性 意思是说 你只要对自己有信心 执行力非常强 快速 判断能力更好 执行力更好 更好 更好的是 时间拿不到你 你就有更多的时间 去做自己想要的事情 所以这个都非常非常重要 改善人际关系 意思是说 你只要懂得感恩 你跟家人的关系变好 跟朋友的关系变好 跟同事的关系变很好 跟任何社交能力 反正就是都会变得越来越好 然后平静神经系统 意思是说 自律神经失调 就会很快改善了 一下子 副交感神经下来 一下子 副交感神经下去 这些都是乱的 然后就是自己 就是没有好办法 好把握自己身体的状态 就完全可以平静这个系统 然后促进积极的思维 就是意思是说 越来越变得正面的意思 增加耐心 促进弹性的思维 消除负面的情绪 所以这些都是感恩的好处 所以意思是说 我们只要懂得感恩的时候 第一个你心理上的好处 九个你变成越来越乐观 社交能力也好 很多事情就越来越正面 是非常好的好处 然后身体上面 心血管毛病 免疫疾病 睡眠 然后就是血糖 一大堆事情的时候 才会 你的人生就是完全完全是不一样 所以一定要跟我一样练习 你从早上一起来开始 一脚起来 你一定要想说 哇 感谢我还活着 我还可以美好的一天 他是good day 开始 从很好的一天开始 早上 然后就很开心的去刷牙 去喝一杯水 哇 这个水好好好 谢谢我还可以喝水 然后穿一件衣服 然后就慢慢带着笑容 去上班也好 去上学也好 去打拼也好 去出国也好 反正是一个美好的一天 从心中带着感恩 心中带着慈悲 心中带着爱的开始 第一个感恩要练习是早上 起来 那一刹那开始 一定要不管昨天发生什么事情 不管昨天晚上发生什么事情 不管前几天发生什么 不管去年发生什么事情 都把它忘掉 就是说 反正我有一天 我就要从感谢的 have a good day 开始 这是美好的一天开始 就这样子开始练习 不练习 我讲很多道理 都是我的知识 如果你们没有练习 我就讲很多很多 这些资料网络上都有 你们要有 我也可以资料给你 就是data放在这个上面 Google什么都有 但就是真正真正做到 就是我们在讲 就是说 只要听学 都是没有用的 意思说听学 以后第二个你要思考 哦 路上也是讲的感恩 蛮有道理的 我应该要练习一下 对我有什么帮助 我睡不好 从感恩开始 路上也是说可以改善睡眠 哦 逻辑思考 说服自己 说服了以后 第二个就是意思说 思考以后 就变成我的知识 听了以后 变成你的知识 但就是光变成你的知识 不够 就是practice 练习 哦 每天早上 路上也是说 哦 早上一起来要些 哇 我还活着感恩 感恩有美好的一天 感恩我还可以继续工作 感恩什么什么什么 反正感恩的一天开始 这样练习 练习了以后 是真正改变你的行为 habitation 意思是说我们坏的思维的行为也好 坏的想法的行为也好 负面的情绪的行为也好 想法也好 任何事情 从感恩开始 改掉你这些坏的 乱七八糟的思维跟想法的时候 你就变成是正面的 正念 正思维 这些都是在讲这个 所以意思是说 你慢慢拉到正面的 是练习的时候 我讲了一大堆 讲的是感性感恩 对不起什么什么的时候 最终变成是你的知识 而且是你的行为 从你的DNA 你的思维 你的行为 变成你真正在你生活当中 对你人生有用的东西 那才叫做价值 不然我们都花时间我讲 让你听 听了以后记一下 快速的 对对对 我知识 自己没有练那干嘛 这个都是没有任何的意义 就是一定要练习 所以我一定要去执行 我所讲的 做些感恩的瑜伽也好 打坐的瑜伽也好 呼吸法也好 藏场的有些就是功法也好 然后观念也好 所以一定会练习这个 所以这个认真认真练习 意思是说我们每天每分每秒都创造更大的价值 所以意思是说 就起来做感恩感谢 吃饭的时候感恩感谢 看到别人的时候感恩感谢 然后晚上睡前 一定要感谢 先把今天就比方说没有耐心的都丢掉 烦恼的事情放一遍 欠债的事情放一遍 反正睡觉也不能做什么 今天老板交代事情没有做好 算了放一遍 什么的情绪垃圾全部都放一遍 感恩我还可以继续睡觉 感恩我明天还可以继续打病 反正不管怎么样 我现在拥有东西都是 你要感谢你拥有东西 感谢我要睡一个很好的觉 感谢自己 感谢自己还可以呼吸 睡前多一些感谢 更容易进入深层睡眠睡得更好 所以一定要练习 就是早上吃饭 然后睡觉 这三个东西 每天练习花个几分钟 六个月以后 你变成非常乐观 你变成非常正面 你的能量是爆发 为什么不去做 一件小小的事情 可以改变你的人生 为什么不去做呢 我们不要有惰性 所以一定要认真 然后我们在那个YouTube上面 很多人问我们 就说大家以为我只有演讲 但我们有三家诊所 台北在中山区 今夜一路128向28号4楼 就是我们这边都是 每天都有医生 专业医生来看诊 然后台中的地址 是台中市南屯区 一丰东街188号2楼 高雄的诊所 地址高雄市左营区 休明街69号5楼 所以在任何地方 就是有疾病上的 心理上的都可以来咨询 我们礼拜一到礼拜六 都有正常的美贼 每天都我们有 非常强大的专业医生 从我们的教育长 郑医师 郭医师 侯医师 还有蔡医师 我们五个 是全职的医生 所以我们都是 北中南都有 任何东西都可以来咨询 打电话预约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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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